其實我沒想過高妹之後 到高妹正傳 我沒想過會出現矮矮正傳 我想說最有趣的是甚麼 把高一矮放在一起 我不知道這樣說好不好 小時候都已經看 不用怕了,我也這麼說 我1995年已經看你了 《蝶火戰車,阿姨》 阿姨… 小時候明明喜歡一個男生 那個男生其實也喜歡我 不過因為我太高了 我們沒有辦法 只能夠有緣無分 你有沒有拍拖 我現在沒有 他直接給你一個人 我是感情老實說很暢順 因為我一個人也沒有 對,明白嗎 我認識 對,明白嗎 對,明白嗎 嗯… 嗯…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詞・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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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音ミク You will always be inside my heart いつもあなただけの場所があるから I hope that I have a place in your heart too Now and forever you are still the one 今はまだ悲しい love song 新しい歌歌えるまで You are always gonna be my love いつか誰かとまだ恋に教えも I'll remember to love you told me how You are always gonna be the one まだ悲しい love song You are always gonna be the one まだ悲しい love song 對 對 挺好 我們的第一次笑 對,我們的第一次笑 我們的第一次笑 剛剛聽完這首歌 《First Love》 我相信不少觀眾 戳戀的感覺和畫面都回來了 我們這集Mr Panda有黎英和Gigi 歡迎大家 大家好 我是第一次來 是的,黎英已經第二次了 沒錯,第二次了 你有高度的 還有,我想說 之前我們有問網民有甚麼請求 我們邀請甚麼歌手上來 Gigi也是有很多人投票的 謝謝 你終於來了 對,我也很開心 其實我也想上來很久了 我想問Gigi姐 你有看過音樂Tender嗎 怎樣?KB哥 你有看過這個節目嗎? 有… 真的嗎? 聽過 你最喜歡哪一集 你別哭 沒關係 但我相信其實觀眾 很多人都想不到有這個組合出現 一高一矮 而我知道你好像上次 上過小薯妓去找黎英 她們拍過影片 是嗎? 對,很開心 但那天其實我沒有一起拍影片 但幸好我再回來 然後就跟Gigi說一個冷笑話 以及告訴她 我做了一首偽妹正傳 對,那我就馬上回去 拿來聽聽偽妹正傳 究竟是怎樣的 是甚麼回事 很有趣 真的很有趣 其實我沒想過高妹之後 到高妹正傳 我沒想過會出現偽妹正傳 其實偽妹正傳這個名字 也是啟發自高妹正傳的 謝謝… 很有趣 也挺有趣 我想說最有趣的是甚麼 就是一高一矮放在一起 而且最有趣的是 她最近跟很多媳媒合作 到今天 你是其中一個影片 也跟你拍過 我想問一下黎英 你今天跟你知道 跟Gigi要合唱 或者可以合作的話 你有甚麼感覺 我不知道這樣說好不好 小時候都已經看… 不用了,我也是這樣說 我1995年已經看你了 《烈火戰車,阿姨》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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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不怪你 是的,小時候都聽過Gigi的歌 我聽過兒歌 是《愛美麗天使》 是不是 《天使愛美麗》 是的 《天使愛美麗》我有看的 你也有看的 因為我哥哥喜歡看動漫 所以我都有看過很多動畫 就算不是2000年之後 但我其實不是唱過很多兒歌 我當時也是唱慘歌 情歌 是的,《灰姑娘》 《經典》 竟然聽過我的首《兒歌》 果然真的小時候聽過我這個 我知道第一首歌 你們倆一起選擇 為何會選這首歌 你選擇 因為你一向都會唱日文歌 對,最近《紅》 還有Gigi好像也有一首《雨多田光》 對,有一首歌叫《雨多田光》 但為何我喜歡《First Love》這首歌 其實她推出這首歌 其實已經很喜歡 就像你所說的這首歌 這首歌 是的 那就挑戰一下 那我們問一下麗英 是 你覺得前輩Gigi 你剛才聽她唱完 你覺得她的日文如何 因為以我們所知,這些日文是不錯的 其實我覺得… Gigi… 合格的 合格有餘 是 因為我們最容易犯的就是 因為日文沒有捲利音 所以讀了一些R音 很容易會讀個R 例如,Ri是讀… 如果日文來說,要讀Li 但Gigi是… 唱完就覺得很厲害 因為很小時候學過一點 學過那些片假名… 平假名… 是… 是… 大概知道 所以希望日文也不錯 很好… 很好… 我不懂得聽 我都覺得唱得很厲害 有感覺 我沒有唱錯 沒有唱錯 完全是對的 你也不懂得聽 完美度… 回來,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Time Flies》 我再跟稿前說 我有關於《Time Flies》的一句話 是 為什麼小孩子 把窗外扔出門外套? 因為他想看《Time Flies》 對不起,很正確 有些牛油飛上天 其實不是很冷 他就是… 真的就是《Time Flies》 是… 回來了 我想問一下《Time Flies》這件事 時間過得很快 我想問問大家 以前小時候 你們會用什麼 去記錄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例如以前 我們會對著劇情機錄音 寫信、寫下 或者是拍照 例如,Gigi先說吧 我想我會選一首我喜歡聽的歌 是 然後買了那首歌曲 是 紀念當時的我 在什麼情況下 為什麼喜歡這首歌 跟誰聽 就像《First Love》那樣 你一聽起那首歌 二十年前的回憶都會回來了 其實用歌去儲存自己的回憶 是很浪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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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看法會起雞皮 是 譬如讀書的時候 聽很多林益蓮的歌 那你初戀的時候聽了什麼歌 初戀嗎 首先我想一下 在什麼時候 我想一下 那時候我喜歡張學友的歌 張學友和林益蓮的歌 真的最多 分手喜歡在雨天 那些 分手 差不多年代 對 然後剛才分手 那一天 剛才下雨 這首歌還不是 這麼應景 對 BGM 但我沒有起雞皮 大叔 原來你用歌記錄 麗瑩呢 我真的很普通 我是用日記 因為我最近才找到 一本失落的日記 是我從小學六年級 既然我寫對照 今年沒有寫 但之前也有寫 本來我由每一天寫 開始變成一個月寫一次 之後再變成一年寫一次 通常越寫越少 越寫越少 但全部都是我經歷了大事 例如 我第一次失戀 寫下去 所以 也是一個很好的創作靈感 以及記錄一下 原來當時我有這種心情 現在你會寫在寶寶 還是你會寫在社交媒體上 社交媒體上 社交媒體上 而且會加上一張照片 對 因為Instagram比較有型 對 我們是Sanga年代 我也有用過網絡 其實差不多 在MSN我也有用過 我是紙筆年代 還是久遠 我覺得紙筆年代 其實…我不知道Dani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比較有感情 以前我們會… 發黃了一張紙 對 而且你寫下 譬如弟子 或者你要跟別人溝通 你可能會在音樂錄音 然後寄餅帶給別人 對,其實很有溫度 對 對 我想問Dani 你以前是怎樣記錄的 我試過用一個同學 疑問還是怎樣 我錄音錄音帶 跟他絕膠 寄過 裡面有沒有包含粗口 這個絕膠很貴 絕膠 那就是打電話很貴 那時候沒有 對 不知道為什麼會把錄音帶給他 跟他絕膠 以後不跟你做朋友 這樣 那他是不是錄了一張紙筆帶給你 有 又是跟你絕膠 還是求… 很傷心 我不是相信 是用錄音帶來… 吵架 好像現在的WhatsApp 其實有些東西寫不到 對 真的要說 很厲害 剛剛聽完他們 如何記錄他們的重要事情 我們現在就聽Gigi和阿麗 已經帶我們進入他們的時光 幫你配音 是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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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1 2 3 東京去吧 是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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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2 2 3 2 2 1 3 2 3 2 1 5 4 4 2 3 4 4 3 誰かが唐揚げた公約 外口元に 思い抜かなくて 全て絨毯 どこか遠い未来だけれど 桜が舞い散る愛人 君のもとへ行こう ユニコンが持つ花 力どれ選んだ呼吸を止めたら 領域展開 疲れたらここに深夜ショート モーマスター 温かいご飯の土壌 海賊の仲間たち様で大冒険 思い抜かなくて 泡になった 腰への完成 浴びたいけど 逢く風が明かし と悩みを 遠くへ飛ばした 雨へ流れ溺れ消えて 君のフェーバー どこか遠い未来だけれど 負けないで たとえ遠くとも この声も届くよ どうにいい 本郷沿いで祈る太郷で 結べば大丈夫 札幌は 龍気亭じゃ寝合う温泉で 想いを流す 入れ込んだ道 穴が帰る 恐れずに伝えたい すぐ祭り林と鼓動 重なる 思うように惹かな花としても 希望の花は咲くんだよ いつか舞う桜の花びらと 君に会いに行こう 広く長いほど歩んでくよ ほらベーセンボーよ バッテンエンドよ エビーダイ 無くしそうな落とし物 全部見つけてくるから ふと戻ったら 異世界からまだ 布団の中 まだ寝ようが 夢の中 夜に駆ける子よ ふと戻ってくる カヒラヒラ つの瞬間 家頭死敗 一口歎食 泡沫額液 美麗下相 沒人禍影 又再想起了只当你一个旅程 你需要放 天定会光 继续流浪 村上武装 那道阳光 越来越疼 仗要消滚已叫失了的父 自然起最盛放 还没有将青红态炎 埋下天制服线 随时日会发现 世界很大 很很大 可以的 未可以 又更好的 原来不坏 还不坏 可有心 跟你去探讨这一世界 未来青枝白菜 缘分尚未到 最罢定会都要相信 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天天跌到 不用畏高 赶紧谈讨讨 修正趁早 往后回想 练成大将 就靠这一次孤身份 起来昏扬 不需要放 天定会过 抹白走一措 在每一次错白之中 找到新的方向 带着你骨抠 路在崎嶇也等 怎会走 咬失也关在直上 原来过后 来得好 不算早又不算 原来是万最好 朗言福报 但荒唐 一切抚拒 将你退缺后 不需要我路 仍能当开月宋 从前十两个亦 结账过这只经过 将会十年美女归宝 世界很大 还很大 可疑的你可以有更好的 原来不坏 还不坏 我用心愿跟你去探讨 这一生街 未来千知不太 缘分尚未到别 法定会灯 相信一切 谁除了好的我 不耐 未到地会更好 哦 耶 来不去眼泪抬头 再次出发再去追 原来刚好 来得好 不算早又不算 台湾最好 昂然阔保 踏荒肚 一仔腹 将你退别 更好 不需要我路 对能当开结束 从事顺利挂抑 别当过这只经过都 会使命迷你归宝 谁在恨大 还恨大 可疑的你可以有更好的 月来不坏 还不坏 我有心愿跟你 会看到这一世界 未来千知不太 缘分尚未到别 法定会都要相信 一切是最好的我 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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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兩位剛才唱了其他歌手的歌 其中一首叫《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最近很多人都會覺得很正面的想法 你覺得人生中有什麼事情? 一或兩件事情 如果當時走了另一條路 用了另一個選擇 會有不同的後果嗎? 都是進入這一行的選擇 如果當時真的一個不該 就覺得我還是不拍戲了 不好意思,我還是繼續讀書再說 我想我會後悔一輩子 不過當時你又不知道會是怎樣 現在這樣看起來就覺得 當時做了一個很正確的決定 就是入行後就走到現在二十多年了 這是正面的選擇 如果有什麼事情是覺得 如果當時是這樣 現在就應該更好的事情是這樣嗎? 什麼?沒得說的 沒有什麼後悔的 我想不可以這樣想 所以一直都沒有這樣想 如果這樣想永遠 因為你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沒錯 這個最好的安排 是真的 真的沒有這樣想 其實你做了這個選擇 就不要想如果不選擇他 就… 對白這麼像結婚的人 對白這麼像結婚的人 你如果吵教練 我不是教練 你嫁給他 不是,那可以是A餐或是B餐 是 不過如果選擇了 選擇了就要相信這件事 一定是對你最好的安排 非常好 麗姨,我想問問你 如果你當初沒有進入小薯茄 你覺得你在做什麼 以及你覺得 你會用什麼途徑成為歌手呢 如果我沒有進入小薯茄的話 其實我覺得自己也會繼續 演戲和學唱歌 因為始終這兩件 都是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所以 可能不是變成我的職業 但還是會作為一個興趣繼續去 但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是做過補習老師的 什麼? 哪個? 人物? 全科 即是去別人家幫小朋友補習 是的 現在的同事都不敢想像 真的覺得我會誤人子弟 我也覺得是的 我可以想想 你會不會跟別人補習的時候 一直在唱歌 用歌曲來教小朋友 或者教他們唱歌 我想是用我的親和力 因為我跟他們身高差不多 他們可能覺得我沒有威嚴 那你上去人家補習的時候 留下管理員都以為你是被補習的 被補習 你是那小朋友 我穿了下服真的像 因為現在的小朋友都很高 真的比我高很多 不過現在的年代 就算你沒有進行做歌手 其實現在網上平台有很多機會 是的 其實可以自己放歌上去 即是你有潛質的 即是不怕看不到你 謝謝 是的 即是好像Gigi以前 你也是被聲探發掘的 以前就是… 真的會比較局限 入行的途徑 就是看看你有沒有這個緣分 有聲探 找了你 拍過廣告 然後就… 別人才能看到 然後就說 不可以了 拍戲了 拍戲才能接觸到某些人 才會嘗試音樂 接觸到某些人 就簽了公司 以前好像真的要有一個機緣 巧合才能進行 但當時是甚麼情況 在學校正在學校的時候 即是尖沙咀 逛街 逛街 記得那條街 不是… 那條叫甚麼 嘉年威老道 我記得那條街 嘉年威老道 我記得是廣告 經常放了學生去逛街 拍了廣告 但現在不同了 現在真的你弄一首歌 上網 如果真的好聽 其實很快就會很廣告 大家就知道你是誰 機會真的多很多 我也覺得 你覺得如果現在 在這個時刻 在街上有人找你 小姐 有沒有興趣的廣告 這一年更加不害怕 更加不害怕? 因為她沒有調查一下她是甚麼公司 以前沒有調查 又不認識別人 現在就可以調查一下 看看別人怎麼說 反而更安全 所以Juzy姐真的很更新 別遮掩我了 我發生了 對不起 真的 不要 Juzy姐行了 黎英選了Juzy的灰姑娘 你說一下 是否你的飲歌 這是我其中一首 我聽到最多的經典 Juzy的作品中 為甚麼會是這一首 我覺得好像我的心路歷程 雖然沒有灰姑娘那麼慘 但你知道我的矮妹 經常喜歡的人 都會被人拒絕 其實真的會… 是嗎?你經常會嗎? 你現在有拍拖嗎? 我現在沒有 你是直接的人 我是感情路上很暢順 因為我一個人都沒有 對,明白嗎? 不懂 你說我拍拖 你說你身高 其實我才是 有時候我小時候 明明喜歡一個男生 那個男生其實也喜歡我 超自卑 因為我太高 我們沒有辦法 只能夠有緣無份 那就再見 哎呀 真的我們兩個是 一點點極端的 因為我是超矮 你比較高 但是矮其實不影響交男朋友的 我覺得高也不影響 高就影響了 哈哈哈 對,我要開掃斧了 高真的會影響 我覺得可以體驗真愛的時候 如果他會跨越新高 沒有那麼多真愛 找一個比你高就算了 好吧,這樣很容易 快點 快點 不如這樣吧 這個魔門 不如聽一首歌 關於高高矮矮矮矮矮高高 好嗎? 交給你們 你我高山 若要攀登 都總會有段路 大廈頂樓 定有解體 終於痛得到 所以別說 高妹故高 总是追不到 害怕不自量离 走过网见 敬意畏高 你没有六尺高 你答应待我好 努力也能离保 那点高度 对你印象还好 只不过自信差两毫 要是你乐意做 怎会跟那几寸难逃 有 我的心里你一样高 你别为止苦恼 还差 只不过磨平几寸 会施着习惯者差距 就你的拥抱 就这么听 看都不是那么差 very good 一米五 也给多饿 他永远学生 无从识确 你就好了 高腰 富翼 也给多饿 我怎么穿意到次做错 米子的主持实在太难耽 一千十一 音乐实都看得惯 但小粒 似我才会惊叹 That's right 婴姐 腹脚就是唱 婴姐 闻夜 用灯仔 你帮怪兽没用作我唱 谁要确实 也要有气质 从未各居失 从未太黑 我想他太小路 心梦广阔够做 剩下变筋 属于要跟真 随着打高针 随时追尖 这位矮妹不作陪赞 一米五 也给多饿 却永远学生 无从识确 That's right 高腰 富翼 给多饿 我国安 怎么穿意到次做错 你没有六十高 你答应待我好 老力呀 明明到那点高度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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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米五 也给多饿 却永远学生 无从识确 对你仰相还好 只不过自信差两号 要是你乐意做 怎会吉他准处乱风 我的心爱你一样高 你别为止苦路 新高我住不失礼 矮妹静传写一世 山得高还是矮? 都是好好的 好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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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车上中 雙手把礼物抱紧 身上意识与我夜行 遥动夜里吸你 一刻惊喜的心吻 很想想用祝福你第一岁 前来你的小小暴虑 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 我仿佛帮你鞋进水 一点点帮你抱越心里 你快一分钟想出一句 小说我会满意你身具 尽情如同我吧 我只恨会今没有 眼泪要留下 不要忘记 我不会是个笑话 尽情如花吧 但愿奔尘恩代价 来年将生命美大声话 若忘掉你感觉很差 让这灰姑娘被丑化 这张声音通知 尾站到尺 钟声哼起正午夜线 持摇堤下葬的 加点悲哀的色彩 很想一生把光气力相爱 但逃遭最终输得慷慨 我发誓不会困在最善变的海 尽情如同我吧 我只恨会今没有 眼泪要留下 不要忘记 我不会是个笑话 尽情如花吧 但愿奔尘恩代价 来年将生命美丽声话 别来问我 一切好吗 让这灰姑娘被丑化 你得不到一切 别在某天望上 如过去比例 我那会是公主 没有月线但我高贵 尽情如龙我吧 我只恨会今没有 眼泪要留下 不要忘记 我不会是个笑话 尽情如花吧 两愿奔尘恩代价 来年将生命美丽声话 若受恨你 感觉很差 无奈就是灰姑娘 绝不怕 有这么惨的首歌 不要哭了 爱仙德拉拉 绝不怕 刚刚我们提及过以前的事 我们说到现在 对你们两位来说 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活在当下 虽然很划算 但我觉得这个是真的 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 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过去的事情 又不能再彌補了 当然珍惜每一刻 对 也对 对 尤其是我觉得 我想起以前 想唱歌 又想演戏 好像都经历了很多事情 反而现在 好像会更加珍惜这件事 就是努力过 经历了什么 经历了 经历了 经历了吗 我试过考APA 试过考三次 但也没有进入 那时候是很失败的 我会觉得自己是否不行 或者不合选这些行业 但幸好有一个机会 就是一个电视剧的 也进入了 被人看到我的角色 就做到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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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是不行的 其实这些行业 也有缘分 跟这个行业 对 也有机会进入行业 很好 真正现在 好 我会努力的 Gigi呢 对于说现在是什么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定是家人 家人最重要 我想在自己的家后 你突然觉得这个世界 其他事情都已经很小事 没有什么 回到外面有什么事 在外面如何如何如何 这个世界如何如何 回到家 关门 其实看到自己的家人 已经觉得 真的不重要 你不需要再去转任行 牛角尖 或者执着什么 真的 譬如Gigi 你现在有了小朋友 现在他会不会算是你的第一项目 会的 第一项目 所有东西 但是如果真的把他放在第一项目 其实很多事情要考虑 譬如我们有时会想 地球暖化 地球的问题 好像不是你的第一项目 但是如果你小朋友的将来 他都会在这个地球生活 地球的未来就是 就跟你的事 就跟我们事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是关心我们的家人 其实我们要关心的事情 是很多的 因为他们将来面对的事情 其实是很多的 所以其实你关心你的家人 也不能只在 你的小朋友如何 乖不乖 其实你反而要看远了 反而其实人会大爱了 就是好像很多事情都 希望大家都好 希望这个世界都越来越好 希望我的下一代 都会在更好的世界上成长 说得很好 喝少一点珍珠奶茶 用少一点塑膠 我们要 塑膠 对,就是类似这些 好像不关你的事 但其实是很关我们的事 慢慢相求 他们 没错 我想说一些很严格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很棒 譬如现在看到你变成妈妈 然后听你说这番话 我觉得是很神奇 你跟我说 很神奇 因为我看了太久 以前你一直都是 譬如我们看到Gigi 可能来拍摄的时候 你还没结婚 还是很高梅 突然你又做了妈妈 然后突然说了一些 关于小朋友的事 突然有很大爱 有些转变 有些转变 是的 有了家庭性的人 会变得不同 我想问 你以前有没有想过 你自己会这样 其实没有 我想以前真的觉得… 就是只顧着工作 对 工作就是自己的舒适圈 那天没有工作 我觉得好像回家不知做什么 很想外出 很想工作 很想很忙 现在觉得很喜欢工作 但希望可以平衡 平衡到回家 又可以有一个 性格的时间 和小朋友 但出来工作的时候 家人支持我 我又可以很专心地做 我听说你有一个图瓷的地方 是的 那时候疫情 现在做了多少个 疫情那时候为什么要狂做 因为没有工作 可以拿出来买了 不知道有没有买 有 有个Gigi Porcelain Charity Fund的展示 我找你聊 太好了 我会去的 那时候疫情 可能我们做这一行 你习惯了 无论动脑也好 一旦停止了 你很想找一些东西 去填补自己的空余时间 那我就会去做一些有兴趣的东西 或者做不到的东西 平时 肚瓷是其中一个 好的 他在一旦转称的 是的 Oh my love 上次又是 你老公在后面 你老公在后面 你老公在后面探望你 是不是在做 不是 你让我先玩过 不是 那是大家被电影分头了 其实不是 其实那件事很骯髒的 其实是很骯髒的 不要泥 我的手都干得粗 整个面子都泥 一点都不浪漫 我想问一下 你以前作为歌手或者艺术 其实你算是 你觉得自己 会不会算是很浪漫 事业上完全不是 不是的 就是 我是觉得 反而没有太多信心 反而 你吗 是的 我喜欢大家一群人出来 嘻嘻嘻 一起做一件事 要唱歌 可能是时候出碟 其实很忙 是时候出碟 是时候拍戏拍戏 我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但是 是否因为要有什么计划 要部署 要带给我什么 完全没有那个野心 我记得那一次 有一次在录音室 是 是 是我们的录音 类似 你说 好像在安排 翌日要拍一个MV 但那首歌还没录 可能两天后 就拍那首歌的MV 是真的 但那首歌还没有出 没有歌词 那些 已经计定期 大概是这样的 是的 是忙到这样的 是忙到这样的 所以那时候 其实没有空间 让你想这么多事情 总之就是轻轻轻轻的 去进行不同的工作 飞来飞去 譬如Gigi这样很好 因为你这样 就不会有机会迷失 因为现在很多人很容易迷失 是的 譬如可能少些事情 做就会失败 然后就不知道 会对自己很质疑 我有质疑自己 但我质疑自己是 你如何去抗争这件事呢 可能给观众一些提示 我想我很质疑自己 就是当我被安排 或者被推到一个位置的时候 我经常会质疑自己 好像不够好 我唱歌唱得不够好 我演戏也不够好 我演戏也不够好 每一次演戏都会 看完之后 都会看到自己很多 不足的地方 不过现在 我觉得 人大了 人大了 反而轻松了 轻松了 无论唱歌也轻松了 演戏也轻松了 看东西也觉得 不重要 总之你确保自己 有百分之百尽力 出来是怎样的 你不要再想 不要再想 我看到你刚刚讨论 吴架流 Juji姐 还可以 扮演妈妈 真的轻松了 但你真的要学一下Juji 知道吗 是的 我真的要 怎样好呢 你一直说 其实我自己的想法 是的 我自己也经历过 是吗 你这么小也有这样的经历 不是 我会对演戏或唱歌 因为有些 因为我们是预计不了机会 或者是什么时候来的 所以有时候 你去到一个位置 例如我想像Panda 可以救我吗 会有这种 没有信心的情况 我觉得我也是 在这一年 才明白到 其实 没有东西是可以让我准备的 对 要用你刚刚说的那种心态 有机会来到 我就好好享受它 对 享受就最重要 其实我看你也很轻松 你也很享受 对,我也看开了 看得很开 你的性格很好 很合作这一行 我先问Juji 我想问一下 以前拍戏 我们的普罗大众会看 看到画仔 看到她的男女 但原来拍的时间很长 有没有试过拍戏 拍到拆出一点点 很曖昧的 但是又因为不可能可以在一起 可能在那部分 我会有没有大家发送信息 而这样接触 其实不少有些养慕 养慕 养慕 会有些养慕 那 是不是很害怕的 第一次拍摄就是 第一次拍摄就是 天王巨星 反而 可能就是因为 新人反而不会 因为你觉得很遥远 那时候很遥远 遥远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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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遥远 真的觉得是工作 但是拍戏 不多不少 你真的会喜欢男主角的 要不然你做不到那一场戏 一定要投入 但是 投入到拍戏的时候 不多不少 大家也要保持那些 对 但是拍完 就要散歌 很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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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完就要知道要走 黎英呢 我说我也很明显 我入行之后 就开始变成了明暖 我一直都很喜欢Ian MIRROR的Ian 是的 是的 我经常都拿他IG的图片改圖 他自己拍单人照的时候 我就会把自己关注过去 你是那些 是的 我跟他说 你的图片拍得挺好 真的拍掉了我 但是沿途和我一起 那你们将来有机会合作 可能 有 肯定有 好 不是说 那除了Ian的例子 我真的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 譬如入行之后 有没有试过 有一些 不是Ian的 可能是小厨棋 有没有 譬如同事 可能想享受一下 这些 眼睛失戀爱 眼睛失戀爱 是的 那… 真的没有 不能说 可以 仍然在同事 我也可以说 但是很可惜 真的没有 富哥又太搞笑 嘴巴又太大 J哥又… 有些女性绝缘 J哥很好笑 J哥 是假扮我奶奶 是的 他真的很搞笑 他假扮奶奶很好笑 我停在这里 我没有对他有些… 没有幻想 是的,没有什么幻想 加油 我知道Dani和Gigi 都合作过不少歌曲 是吧 但我想问一下Gigi姐 不要这样被我 我想问一下 以前和你们合作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秘密 或者趣事 可以霸来听听 例如Dani 可能在录音室说粗话 或者说咸色笑话 没有 是吧 刚才那些 是刚才听的 不,不如说出来 咸色歌词吧 是吧 我记得我和Dani 应该最亲密的接触 就是听他的课程 他的课程 我还记得他 他送课程给我 很不好的那首歌 是日文 是吗 是的 然后我问这个作曲 作曲的人 为何那么好的日文 用日文写了一首歌 然后给这个课程 原来知道 原来Dani是… 怎样 你是… 亂唱的 亂唱的 原来是亂唱的 原来是没有意思的 不是吧 但应该会知道 其实里面的课程 但不合理的 应该有一些课程是可以的 但我学了原来 作曲可以自己亂用一些拼音 去做一个课程 其实也很好听 Dani的声音也很好听 很温柔 那时候好像做功课 做功课 就是一个星期左右 就要寫一首歌给你 是吗 是 以前是这样的吗 我不知道 不如用日文写吧 是谁 是哪位 是萧棋的时候 她就折磨你了 是的 然后六音室就折磨我了 也不是折磨的 是一个 推动我们 是的 那时候我想问你 你跟Dani的认识了吗 还是这首歌词 是因为六音 但是后来是直播 所以就更懂 我觉得她在咪音乐中唱的 声音真的很好听 很温柔 是女神的 Dani 是的 是女神 你这次来到呢 你不如先回首 不如先回首 Gigi 我想问你 你第一眼看到Dani 她第一印象是如何 文青女神 文青女神 是的 我认识你的时候 大家都比较小 是的 Dani 我想问你 你第一眼看到Gigi 以前Gigi可能是当红 她有没有一些歌手的架子 或者一些事情 没有 这次是这么多年来 她刚才身份的转移 就是 以前她真的是一个 都很紧张 很紧张 或者一阵风来 一阵风来 是的 唱歌和录音也很紧张 是 完全看得出她 做了妈妈 做了人妻之后 那种歌都放开了 心态 好玩了很多 心态不同了 开心开心 我想我以前认识你 那时真的 立刻唱完就要走 是的 唱不到又很伤心 很伤心 像路上一直哭 很紧张 是的 你问那条问题之前 我想说一声 良宴奇的印象 就是 我覺得以前 剛才我们当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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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Gigi很努力 跟我们做 while it's good 打招呼 最后她先不懂 知道吗 她都过来说一下 然后就过来问一下 大家叫什么名字 我记得 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邀请我 去你的整故人的节目 这些是我们晚些才做 我想你有一首歌叫《厭光》 你這樣咬過來的 是厭光的 他唱來唱去都好像投入不來 你知道我們叫他幻想什麼 幻想自己穿著黑絲襪 然後就說,黑絲襪? 怎麼會黑絲襪? 網紋那些 你這樣摸著 因為那首歌是很性感的 你要想一些很苦味的感覺 他有很多問號,是黑絲襪? 小時候才想到 對,不會想到 怎麼辦呢? 變成一個黑絲襪 黑絲襪? 想不到 難得來到,不如選一首歌唱 你想唱哪首? 我一定要選 不是黑絲襪 其實你作給我歌很多 《今夜沒了風》 《氣流》 《好不好》 其實《好不好》是我最喜歡的 歌迷也是 雖然沒有吸引到,但他們也最喜歡 我也是 不如唱來聽,好嗎? 好啊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我不放手 還會做什麼感動我 何必這麼害我 曾這樣被愛過 不怕笑只怕太多 多數也不會結果 無法再抱著我 卻不肯不關心我 融合的氣氛 我怎麼捨得難過 男人好得像你 誰也未放過 一對手一個心 針灸你撫摸 無論當我好不好 也一樣殘酷 如我下一位比不起你 怎麼算好 誰提及你好不好 你的可愛得不到都知道 給我不必要的溫柔更令我懷怒 無法再抱著我 卻不肯不關心我 我一對手一個心 針灸你撫摸 無論當我好不好 也一樣殘酷 如我下一位比不起你 怎麼算好 誰提及你好不好 你的可愛得不到都知道 你給我不必要的溫柔更令我懷怒 別要那麼討好 如果一天再次遇到 你記得 要掌摸 要掌摸我的心 你記得 要掌摸我的心 你記得 要掌摸我的心 好 絲不一樣 我踏摸你的心 你的可愛得不到都知道 傷痛 給我不必要的溫柔更令我苦怒 給我不適當的溫度會令我干燥 寄我告別然後代我這麼好 代表好不好 Gigi,接下來你會開紅館,是嗎? 對,2月17、18、19 對上一次已經是五年前 五年前 這次有甚麼準備 練歌、記歌詞 其實比較難的是選歌 如何組合那些歌 因為國語廣東也有很多歌 這次演唱會一定會唱出大家很熟悉的歌 但如何排法呢 我們用了昨日今日明日的時間 一旦逐給他 這樣就串成一個故事 聽到一些很熟悉的歌 但又有很新鮮的感覺 好的,我想說 其實我每天都看到你 為什麼? 我在洪水門口 九龍往港島區 看到你大大的Gigi在那裡 躲著我 然後才知道原來你演唱會的時間遇上我們 是 我剛才聽完說 原來你有分很多國語歌 以及很多不同的歌 三天都是不同的歌曲,是嗎? 想這樣 因為很多歌都很想唱 是 因為很多歌 主打歌也想唱 耍奏歌 你為什麼這樣聊天聊天 又唱了一首 我很想唱歌 所以一直想唱歌越來越多 可能某部分三天都會不同 希望能夠滿足歌迷 什麼歌都能唱到 你的歌迷真的很有福氣 我想問一下 這麼多年之後 現在再次要準備好演唱會 你覺得現在的心態 跟以前的心態有什麼不同? 學習放鬆一點 其實放鬆一點 做什麼都會比較好 以前演唱會就很緊張 一走上台就會覺得 其實緊張也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但不要太緊張 現在學會享受音樂 好 看到你這麼享受 我們也很享受 不如你現在享受一下 我下一條問題,好嗎? 是什麼呢? 就是我問麗英的 不! 那你好好享受吧 對,我也享受 我想問一下 之前我們大家看到 阿冰貼著 他貼著戒指 大家都以為他是結了 或者訂做婚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電影宣傳 你們當時有被他騙了嗎? 是假的嗎? 我是有的 是 但我覺得我是例外的人 因為我沒有看群組 因為我經常是人馬左 又不回群組 原來他們很早已經說了一件事 雙魚座也是這樣的 大家不回群組嗎? 沒錯 給我錢 是 我看到阿冰貼著戒指 因為我們早前幾位演員圍內有問過 大家想著什麼時候結婚 這些問題 然後我就覺得 這件事好像是會發生的事情 然後那一刻就 立刻大驚嚇 阿冰貼著求婚 我是相信了 真的幫他出了一個故事 但後來看回訊息 才知道原來是宣傳 但也不錯 那麗英自己呢 你去年出了幾首歌 接下來想著鋪排結婚還是 寫多點歌 我會先專注音樂 雖然戀愛也很重要 但是 因為 我接下來還是想做J-pop 很日系的香港 廣東歌 剛才聽到你唱一些日文歌 你真的可以在日本出道 真的可以 要唱歌才行 如果將來有機會可以去日本演唱 我覺得也不錯 當然是香港 草哥的香港演唱會 就明年紅白 就明年紅白 初登場 紅白真的太大了 要努力 希望你可以去東京 不是夢遊 是 去演唱 是夢 是夢 東京夢 對 而且今年會跟多了音樂人合作 突然有些什麼人 可以嗎 我可以那一刻 我第一首歌會跟Per se合作 對 Per se 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 還有呢 還有 之後才再… 之後才說 之後才再透露 對 我想問一下 對觀眾問 你覺得作為歌手 你覺得在一個演唱會裡 譬如在一個演唱會裡 譬如完成所有的演唱會 有些什麼 令你打動到 你才願意出來 選擇唱歌給觀眾聽 通常會有假演唱會 通常會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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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會有假演唱會 但是假演唱會之後 如果再有觀眾的喜愛 觀眾不離開 他們不離開 會的… 通常都會的 當你出來 你會以什麼感覺去唱歌 如果真的要出來 有時就馬上跟音樂總監 去配合 今天沒有唱到哪一首歌 那Encore就不如再唱 因為如果他們真的很熱情 而且你會想想 他們的心情就是 他們買了票 難得今天整晚都很開心 當然想有多少 聽多少 不如我們現在試一次 然後我們就 不如聽以下的歌 好嗎 Gigi,來應En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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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問問 究竟是誰發明了Encore Encore 對 是嗎 對 時間只有這麼多 叫安哥 會否比較傻 能未跟你再拖拖 叫安哥 沒想 有次只要叫安哥 在安哥 我刻意錯誤 一切又會 由頭開始過 我 講述 我 超小的 我 替我 我 不光 你 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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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